今天跟各位學姐學長問好 很榮幸因為可以代表參議事務所來跟大家做安養規劃設計的說明 這個規劃設計的說明其實是我們事務所一直十幾年以來 剛開始做安養的時候一累積的經驗 我們把所有資料都公開包括到大陸去 包括我們去演講 我們把資料都是給大家 在大陸最常見最不舒服就是我一上台就開始 你一播放發光就開始跟你拍照 每個人就在按照我們就說你不用照你不用照 我東西都給你 這個是我們事務所的心態 另外就剛王先生講的說這個班季也希望能夠把建築帶到更好 當然不是只有建築 應該是住在裡面的人會覺得更好 那這個裡面我先說明一下 就是因為有一些資料是會用到我們事務所 所以我需要幫我們事務很快的帶過 你們就當作沒有看到 因為這不是廣告 對啊第一個我先要介紹一位了 這位是王學長還有幾位學長沒有去過 雙聯安養院的蔡執行長 這位他是在雙聯做安養中心之前 他花了四年到五十幾個機構 我們叫做機構是說集中的那個安養 我們叫做機構 他去了四十幾個機構 包括國外的 把所有優缺點列完以後 跟我們開始討論設計 我們第一個安養院跟他花了一百次的會議 才把那個兩百床的安養定下來 然後開始執行 那當初他更厲害的是一塊地 我們通常地就叫做有生地有熟地 這讓大家瞭解一下 生地就是容易用地啊工業用地 他根本還不能蓋安養 這個是我常跟王學長同學 還要花很多時間 因為那個以前那個生地變成熟地 他要跑三百多個印章 但是他跑一年多就下來 蓋三百多個張 現在我們是有時候 常常開玩笑說是委員治國 那個是有一大票委員在審理的那一資料 一審日子可能一年多三年 那還不見得過得了兩年七坦八坦 那當然環評也很重要 所以有很多的議題加進來以後 你那個生地要變成熟地 又有一段長的時間要經歷 那這個是以後有更細節詳細 我們可以協助的時候 再跟各位做說明 那另外這個才是我要講 這是我的老闆 就是安靜任 要叫各位學姐學長的 因為他成大大學畢業以後 其實又去念那個LICE的那個學士 為什麼 因為他去了以後 美國的教授跟他說 你在台灣成大很好 但是呢 好像缺乏一些藝術的 這些修養修為 他重新又去修了所有的藝術的課 這個是他後面 也很懂得職務執行管理 然後設計也很在成大裡面 除了基督員 有幾位以外 很特別 但是 其實我們十幾年前就是 最大規模的輸入所 但是從來我們都低調都不講 比較很少上廣告 那剛剛學長的講 我們六、六、六、七年前 才有一位企劃的進來 告訴我們說 你再不出來一搭獎的話 那建築系以後就是慢慢的業牌 然後後面去 所以我們就開始出書 開始做一些比較正向的 那這是我本人 除了這個 這個因為有些人 沒有 我是金門人 這個中間是備份 然後又叫總裁 以前沒有總裁 我到潘季的時候也沒有總裁 我二十七年前到潘季的時候也沒有總裁 很暫點 因為我們 事務所也很開放 除了我們有一個 黃布文王老師以外 所以就是潘季 我們叫潘季 其他人都叫名子 所以每天都聽到總裁總裁 那 我這裡特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剛講過我十五年前跟那個蔡子英長第一次碰面 那個是 我一直每一次都要跟大家講 你開始要做這個行業 你開始要有一些 從心態上的改變 我第一次改變我就是問蔡子英長說 老人怎麼還你 因為他去過四年多五十幾個機構 然後他要一直 他阿大笑跟我說 第一個 我們不叫老人 我們叫阿公阿嬤 專業呢叫做長者跟住民 大陸叫爺爺奶奶姥姥 那我說 好啦好啦 那我就名字就改了 我不要叫老人好不好 我就叫阿公阿嬤 那我說你到底還是要跟我講 怎麼叫管你 怎麼管 他說我們不叫管你 我們叫福士 當然就像在家裡 孝頓爸爸媽媽一樣 他們基督徒就叫做福士 這個讓我開始 觀念開始改過來 我們不是去管他 他跟我開玩笑說 總裁有跟你說 對不起如果你想要去管他 他沒有來管你就很好 你就偷笑了 他很 長者就是有的是時間 以後我們會有很多時間 七十歲以後到九十歲 可能要他活到一百歲 還有二三十分鐘的時間 所以呢 你想要去管他 他很多時間想要怎麼整你 所以千萬不要想這個事 再來呢 我還是說 但是你還是要告訴我 怎麼管你 他說 我們叫做如何做 他說長者會教你 到家裡就是阿公阿嬤教你做什麼 你就做什麼 這事 聽他的 交久了你就知道該做什麼 早上該做什麼 中午該做什麼 晚上該做什麼 你就做那些事情就好了 這個也教我們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自己以後盡量不要去 麻煩你 這個是每個 我從十五年前開始做的時候 很年輕 我從來不會想到說 我哪一天 騎個腳踏車 或做個什麼事情 會撞到 或是椅子走路 都不會 現在我五十七歲了也會 開始會想說 對阿 我們為什麼要很多 我們障礙環境 這些確實 其實身體 歲月不老的人 有很多事情 那 這個裡面 我剛剛講的那些是觀念 讓你開始做這些事情 所以你觀念才會改變 好 那我們事務所 才超過三百個 這是我們的辦公室 然後 在仁愛路巷子裡面 不過可能 受不了多點要都更 雖然我們一直反抗 但是還是不行 因為整個區域 就是要避免 那都更 我們就沒有辦法住在那裡 因為那一片豪宅 辦公室裡面 我們住好幾 好 那這是我們的一些觀念企業 好 那這個 對不起喔 因為有一些 我臨時 上個禮拜 我 我 我因為電腦有一段時間 壞掉 所以 比較晚接到 王學長的廟 叫我 就要來 跟大家分享 那結果 我就趕快七拼八錯 所以這個 這些順序都不對 我們就 跟大家講一下 那這個是我們 有去大陸做的一些報告 我先讓大家看看 這個世界有多來 從六十五歲以上 我們佔了百分之十四的話 這個是一個高齡化的社會 就是 進入高齡化的社會 那 我們 台灣從 從 2017年就 開始 很快就到了 127年很快 一眨眼就 就到了 那這個是 全世界幾乎大俄國家 是在裡面 各位看 百分之二十的 我們這樣 切下來 看到我們台灣 是綠色的 所以我們是會 很陡的 往上爬 各位想想看 這個 這個縣是哪一些 什麼意義呢 就是說 日本跟義大利 為什麼 那麼快呢 因為 有一段時間 像我們 年輕人 那些人 都打仗到死光了 所以 他們的那個 老化 很財 因為那個時候 他們年輕的時候 他們體力就變得很少 那現在是 其實有一個國家 沒有列出來 有 越南 越南 最底下 現在 平均 全國年輕不到三十歲 他們因為 後面繼續打仗 所以 會像我們這種 年輕人的時候 也都 都走了 所以都 剩下的東西 年輕人 當然 他們那個國家太小 如果大一點的話 全世界這樣綜合 就好一點 只是很不幸 二次世界大戰 就是那個時間發生 所以那個 戰獲嬰兒潮 就是我們這些 民國四十幾年 這種 就會 讓你們那個 高齡化社會就爆 這個是 全世界的氣勢 那這個氣勢 會多久呢 這邊可以看得到 到二零五年 我們這個 趨勢沒有出來以前 我們剛剛 一直在擔心 說怎麼辦 我現在蓋了很多安養 老人住宅 那以後要做什麼 就像我們現在 可能學校太多了 現在說 學校可能要來改成 安養住宅 那以後會不會 安養住宅太多 要怎麼改 怎麼辦 所以 不用擔心 這個還很長 所以還很長 我們唯一要擔心的是 我們的年輕人怎麼辦 怎麼來 以後 來照顧我們 或者我們自己 要能夠治癒 可能是 比較 確實近一點 這個是 給各位看 就是說 從健康 那這裡面 有很多不同的朋友 我想 這些資料都會有 大家 不用仔細大家 看看 我只跟各位講一個就是說 我們台灣縣目前的 劃分的方法是從這邊 劃一條線 長照跟養護師資跟安養 叫做社會師在管 就是老人安養社會福利 從護理到 到領養就是安息這些 到後面的醫療 衛生組在管 聽說要病 可是影響了很多 不知道怎麼說 要病 這沒有病 有很多的麻煩 很多麻煩 就是分不清楚 那通常我們怎麼分呢 就是 長照這個 上去的就是 它是 插兩管 就是 皮管 跟衛管 還有檔妙管 就是 這兩管 這兩管 那到 護理呢 就是第三管 其切 那個要有護士 執照人幫你照顧 那這個就是 是屬於醫療的 那我們從這邊 一切 這個上去 養護跟安養 一個機構 只能有200床 這個世界的激勢 就是 希望社區化盡量 減少 但是 這個是理想 到底會不會擋得住 不知道 大陸是一次就上千床 那也很恐怖 然後我們現在是盡量去幫他們 讓他不要變得那麼可怕 那盡量幫他們做好一點的規劃 那當然我知道 我們民視的 我們這些 這些理想 是需要能夠 做得更好 但是更 要做得更好是 比較沒有效力 等一下我會說 多元化 就是全部這些 你都要照顧到 因為剛開始基金是這個 你可能五年 就到這邊 十年 就到這裡 二十年 那個是連續性的照顧 是一定要有的 尤其是長者 你把它從 安養一下子要搬到後面去 要這樣換個地方是很麻煩 很不容易的 以後我們自己才會碰到 那所以 連續性的照顧 到底是要機構還是要分散 等一下我會來做一些說明 那這個裡面是我們 有一些基礎的空間 這裡面就看到 有公益式的 其實安養的公益式 就是集中式的機構 有租動的別墅 有服務的住宅 也有家庭式的 也有社區化的 那 這個是一種 然後它要有什麼空間 這些裡面都會列出來 然後公共的空間 還有醫療的 那 這個整個 綜合起來才會說 連續性的照顧 退休的社區 那韓國 我們去參訪他們最近部 他們是現在 新的社區 它就開發起來以後 它就把這個所有的 就放在整個 大的社區裡面 所以它很方便 它也 這門裡面 冷油集什麼都有 所以長者也很方便 那你也不會看出來 有什麼很特別的 但是 畢竟只有那種 新的開發的社區 才做得到 那 舊的社區 我們要去 現在 目前 也很現實的問題 就是我們 再跟雙聯 再去希望 做一些社區 就一動 去把它 在那個比較好的 住宅社區 放一個 然後安養 就已經有聲音 有反彈 就是 我們就要很小心 雖然我們就想好說 我可能 幾百公尺 外一公里 救護車 就零 就關了 但是 還是會有經營 會有 不喜歡 讓我們進來的 一些阻力 這個也是很現實的問題 謝謝 謝謝